自从有了蒜泥狠江与君这些说法之后 大蒜和生姜每一次的价格波动都能引发一轮热议 近期大蒜价格持续走高 新蒜价格已经涨到三年最高点 让不少蒜商赚了一笔 不过生姜的行情却恰恰相反 11月是生姜收获和上市的时候 可是在山东的生姜主产群 很多农民却高兴不起来 原因就是生姜价格出现了大跳水 原本一斤普通生姜的价格还在2.4元到2.5元左右 可是最近几天的价格却一天比一天低 短短一周内就降了五毛 目前最低的收购价只有一块九毛一斤 如果一亩地的生姜产量按照一万斤来计算的话 一斤生姜价格下降五毛 农民一亩地就要少挣五千块左右 算下来农民差不多少了一半的利润 从表面上来看 生姜价格跳水主要与大量生姜在这段时间集中上市有关 也是收购商从中获利的好机会 然而奇怪的是 在农民的利润因为生姜降价而减少的同时 中间商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很多在农村收购生姜的商贩都抱怨收不到货 目前在山东的生姜交易市场 就存在农民不愿意卖 中间商收不到货的情况 很多生姜种植户认为 生姜价格下降很大程度上与收购商可以压价有关 每年生姜价格下跌的时候 很多收购商为了降低收购成本 都会想方设法地在原本的价格基础上进一步把价格压低 甚至采取手段让一部分将农严为恐慌而对价贩卖 不过今年这种方式对很多农民并没有奏效 因为短时间内山姜降价的幅度太大 很多农民都想等等看价格能不能上来 农民不愿意出售 中间商不管价格高低都很难收到货 事实上产品销售向来都是农库与商家的博弈 尤其是一些可储存的农产品 因为销售时间长 让农民有机会和资本跟收购商讨价还价 从这一角度来看 今年种植生姜的农民又和收购商展开了一场拉锯账和心理战 只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农库和收购生姜和商贩都没有在这场拉锯账中获得好处 将农和收购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只不过有些农民总是把握不住时机 在生姜行情好的时候不愿意出手 价格下降后更不敢卖 毕竟如果现在将农一起卖货的话 短时间内生姜的价格上涨的几率就更加渺茫了 到时候损失最大的还是农民 你觉得之后生姜还能涨价吗 生姜价格跳水究竟该怪谁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